其實這也比較重 輕輕一挖 馬上進鑒大量廢棄物碎片 廠刊人員看傻眼 旁邊紅土再輕輕一撥 這是土啊 這是灰啦 灰灰啦 市工品質極盡粗糙 還挖出有危害性物質 立委怒轟 簡直是新竹球場大翻版 紅土的厚度要15公分 那就是2公分 就挖到這個東西 更嚴重的是 還沒有挖就看到碎玻璃 美其名叫富裕 然後他們每個月又編30萬的維護費 這是不是浪費公堂 減掉要不要查 薛家壘球場前身是垃圾掩埋場 因為整地富裕計畫改建成球場 但工程遭質疑 不符合規定根本無法打球 就連埋在底下的焚化爐底渣 都被爆料含有重金屬超標物 只要球員一起跑 塵土飛揚 吸入有害物質不得了 經過我們重金屬快篩移去檢測 新的濃度是土壤管制的6.4倍 銅濃度18.8倍 我們有人在上面打球 這些重金屬超標的粉末 就被揚起來 你就吸入造成這些運動員的傷害 這些其實都是不符合相關的一個規範 請這個台南市政府這邊 來做一些改善 立委在追查球場底下的爐渣 到底從哪來 立委爆料是因為台南焚化爐 為了賺錢 優先燒南科事業廢棄物 一般垃圾送往高雄焚化廠 卻換來1.8倍的爐渣 立委痛批官商勾結 土利業者 上去燒不用錢 然後自己燒事業費 幾乎收高價垃圾處理費 就是不當得利啊 然後你還要回收1.8倍的 符合爐底渣 有毒的喔 你把台南市當什麼咧 從深綠台南到新竹 南到民進黨執政縣市的工程品質 就像這球場一樣 一掀開臭不可聞 記者謝洪如王氏仁台北採訪報導 幾乘一團 全台鬧饑荒 而南部還有蛋可買 這是價格貴桑桑 現在來排到大概20分鐘了 但是不能少的啦 一斤50幾塊啊 本來才2元30多塊了 會不會有台北的客人 特地下來跟你買啊 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對啊 白蛋價格 一斤從30幾元漲到50幾元 做生意的店家需要蛋 只能硬著頭皮買 另外這個傳統市場 攤商擺出自家配合養積廠的蛋 民眾手刀搶買 看得其他店家好羨慕 想要進蛋 但沒有蛋可以進貨 籃子上只剩兩袋 早被預訂 蛋是比較缺一點啊 蛋可以買得到啦 怎麼說怕買不到 因為我會做生意啊 是喔 那你賣什麼的 我賣炒麵的 超市上的蛋區一片空蕩蕩 沒有蛋可以補 民眾撲空回家 甚至背部蛋商也來搶蛋 讓全台感受到缺蛋壓力 捷金線中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料理常見的豬梅花肉 煎炒鹵怎麼煮都好吃 沒想到居然有著 不為人知的一面嗎 還有人勸大家要盡量避開 你喜歡吃梅花肉什麼料理 熱炒那一種 像肉絲 曾在豬肉攤工作過的民眾 稱梅花肉就是豬打針的首選部位 在耳後上間有六七成的豬 這個地方打了針 會出現病變腫瘤 呈現綠色 淺綠色或黃色 可能是粉狀 膏狀或水狀 還會散發惡臭 不過販售前就會被肉販切除 是業內人士才知道的秘密 怕就怕沒切乾淨 恐還有瘤藏在內部 專家說肉長瘤是不健康的組織 不建議吃 若想避開梅花肉 就要先學會辨別豬肉部位 桌菜常見的肥嫩東坡肉 沒怕 東坡肉是五花肉 三層肉 至於拉麵的叉燒肉 火鍋 及燒烤肉片 還有珍珠肉丸及餃子 就很有可能是梅花肉 梅花肉油脂分布均勻 筋肉相連 口感上比較Q 大豬躺那邊的才知道 這我都不太清楚 梅花肉的秘密是多數肉飯 必談話題 民眾會怕只能挑別的部位吃 盡量吃完整肉塊 少吃加工過的絞肉 來降低心中疑慮 記者 廖文斌林 社信王氏函 雲林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